看到清晨的最新消息 前總統陳水扁的母親 陳禮勝十五號晚上辭世 他的孫子高雄市議員 陳志中證實消息 陳禮勝享受九十四歲 不過有關陳禮勝辭世 以及智商事宜 陳志中尚未說明 陳水扁於去年中 在臉書發文要搬回台南 除了是回到故鄉 另一個原因就是要 究竟照顧年邁的母親 當時他還透露 母親跌倒骨折 身體欠安 陳志中一月初 也在臉書貼文提到 阿嬤跌倒住院 情況不好 新年許願阿嬤早日康復 而陳水扁在一月三號 主持第一集廣播節目的時候 也談到母親住院 失智倒認不得她了 讓她非常心疼與不捨 不過陳禮勝在十五號 與世藏詞